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这期视频带大家在看一部有妹子自动给男主头外送报的故事 本片名为达尔文游戏 提到达尔文就让人不记得想起在课文中出现的达尔文进化轮 但是呢 今天聊得懂吗和进化轮一点关系都没有 故事主要讲说的是男主接到朋友发来的游戏要请进入了一个名为达尔文游戏的APP 开始了一段颠覆日常的死亡游戏 本部作为大逃杀作品就很好地展现了无尽天泽试的生存这一点 要说为什么 还请你提供卫卫到来 故事一开始一个高中生男主正在被人追杀 他在逃跑的过程中用手机发了一条求救短信给我们的男主 发完短信一看 卧槽 死路 不就个垃圾游戏吗 我都反杀了 然后他就被一个戴着面具的熊猫军干掉了 后面一转来到了男主的客室 这次男主的同学正在讨论关于街道上最新的人体遗述 突然男主的机友跑了过来问男主有没有看见之前被杀的那名同学 回到外面有的男主接着点开了手机查看 左眼同学发来的游戏要请 看着这游戏是免费的男主就姑且点开了游戏 打开一看 卧槽 这游戏是要付费的 被手机撞下来则摇了之后男主突然就晕倒了 这边不幸迹的男主在电视上点开了那款游戏 然后就机缘巧合之下和熊猫军对上了 熊猫军恶化不说拿着菜刀砍向男主 就这样淘宝竟然跌满的男主开始和熊猫军的追逐游戏 在男主就要被熊猫军干掉的警察关头 机友突然出现射的熊猫军一件 这时熊猫军突然使用了各大绅士都想要的超能力 也就是隐身 在战斗的过程中 熊猫军和机友都被刀刺伤了 有些男主马上带着机友逃跑并躲进一栋大楼里 然后熊猫军还是找了过来 并开始和男主的激烈搏斗 眼看男主就要被熊猫军杀死 突然一两汽车行驶过来并撞伤了熊猫军 死掉了熊猫军就这样变成街道人体遗宿了 然后回头才发现 既有殷尸血过多也变成街道人体遗宿了 这边上无可恋的男主为了更了解游戏 便带了女主的邀约来到了工厂的碰面 就是女主让男主展示自己的异能给他看 而男主表示自己不会使用异能 女主不信就上次和男主开始了游戏 女主的异能是能够操纵铁链 不会异能的男主只能四处逃窜 不过没想到在逃跑的过程中 男主突然就觉醒了异能 他的手里凭空出现了一把手枪 男主一人是能够创造出自己碰过 并且解析过的物品 就是男主应用自身的超高智商 是就让女主跌入自己的陷阱 最后男主获得了胜利 但男主并不想杀了女主 他和女主投降并且结束了游戏 然后男主就和女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了 这边女主建议和男主一起逐渐选魔 男主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毕竟在这个游戏一个人是很难存活的 这边一名黄蛮突然冒了出来 并且抢走了男主的手机 在这个游戏只要手机被夺走 玩家的游戏过程也会变得更加艰辛 不仅不会收到开针通知 也不能购买游戏里的物品 只能乖乖让人宰割 所以男主只能跟着黄毛到一个巷口 并且和黄毛开始的战斗 但是这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男主在战斗过程中 利用自己极快的手术 抢走黄毛的手机 并且逼迫黄毛投降 不然就毁了她的手机 这时女主也马上出现猪猛男主 黄毛看着阵势 果到向男主投降了 这时他们突然发现 游戏马上就开始寻宝活动了 然后他们就随机被传说到不同的地方了 这个寻宝活动期间 玩家必须找到三个手环才能通关 而没有找到三个或以上的玩家 都会变成人体移术 玩家可以通过游戏配备的地图 和一次元相机来寻找手环 限时24小时 这边男主遇到了第一个敌人面具男 原本想逃跑的男主 发现自己所在的道路里 所有的楼梯口都被子无封死了 最终无路可逃的男主 只好投降 并将自己找到的所有手环 交给面具男 而面具男看男主是个洛基 所以就放过了男主 这边一位罗里出现 并劝男主不要搭乘电梯 因为搭乘电梯的话 就会被神秘植物给弄死 这些植物其实是一个玩家 在按照操控的 而这位罗里其实是游戏里的分析专家 做的是情报教育的买卖 所以他对男主以及女主非常熟悉 为此就索性和男主联手了 这边男主发现 那些被杀死的玩家 并没有变成人体移术 这就说明了他们并没有死 并且还被操控植物的神秘人操控了 为了突破神秘植物人的攻击 男主决定和罗里兵分两路 罗里负责吸引神秘植物人的攻击 而罗里的异能是拥有无限的计算能力 能彻底从脑中前一次里 解析全世界的知识情报 尽可计算及寻找答案 也能算出敌人和子弹移动的位置 从而做到无限闪子弹的吸引攻击 而男主为了躲避监视器 沿着外墙来到的底层寻找神秘植物人 这边发现男主的植物人大叔也不废话 直接就和男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这边男主因无法突破植物人大叔的植物护甲 所以又利用自己的异能 创作无数子弹 从而做到削弱植物人大叔的护甲并打败了他 但是身心伤疗的男主依然不想杀人 所以植物大叔就索性加入了男主的阵营 这边刚刚袭击男主的面具 然看情况不对 也加入了男主的阵营 脱下面具一看 怎样真像男主的机友啊 这边男主抽到了女主的求救信息 有来女主这边遇到人同时使用水和冰的异能者 这边异能者拥有两个异能 其实是因为他的体内有两个人格 分别是能使用冰的哥哥和能使用水的妹妹 女主也因武器被夺走而陷入了困境 男主和面具男也立刻开始救援行动 到有地方一看只发现一位白猫小妹妹 但白猫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并没有想战斗的意思 他们也发现女主所在的地下街被水给淹没了 男主二号不说马上跳进去寻找女主 这边面具男的异能是测谎机 面具男发现白猫其实是在说谎 他可能清楚地指导女主的情况 并对白猫展开攻击 白猫撕下淋身陷阱 诱导面具男进入商店 然后再利用商店里的冠状水 从而遮到把面具男冰起来 白猫哥哥原本想杀了面具男 却被白猫妹妹给阻止了 这边画面走到男主这边 那时男主给我们展示了一段徒手破冰的表演 这个破冰又给10分 这边男主发现了女主 并且给失去疑似的女主人工呼吸 好闪啊好闪啊我的眼睛 这边男主一行人和白猫组好队后 他们又有了新的目标 那就是名为王的黑社会老大 他拥有非常多的手下 并且还让没有参加游戏的手下 帮忙封锁男主一行人的道路 这边罗里分析下也发现了这个活动 有时候暗藏了谜底 并且还找到能破关的六位数号码 从而让男主独自一人获得了胜利 这组密码其实是达文发表的物种起源的年月 获得胜利的男主 获得了能向主办方提出任何一个要求的权利 而这边并没有说出男主提出的要求 这边男主向格斗家大个子提出挑战 并且自己胜利的话就要和男主的血门达成合作关系 在男主和大个子战斗到一半时 突然出现一名带着狐狸面积的女子 打断了他们的战斗 然后男主就莫名其妙被狐狸女给拐走了 这个狐狸女其实是达文游戏中排行第一的玩家 自己老大被夺走 血门中的成员当然不能做事不管 立刻就展开了男主夺回行动 最终还是靠男主嘴动让狐狸女加入了男主的阵营 这边因为男主的另一个基友被黑社会老大王给抓走了 所以男主一行人正在商讨基友夺回计划 到了地方一看没想到连警察出动了 但是面对拥有异能的组织警察根本无从下手 一下子就全灭了 这边女主发现了基友并将拥有达文游戏的手机交给他 男主的计划是让基友拥有异能并且利用异能逃出去 但就算基友拥有异能还是敌不过王等人 男主抵达时基友已经被王杀害 这边男主一怒之下直接和王展开的悬崩对战 男主一瞬间就解决了除王之外的所有小弟 并且和女主单挑王老大 自己则是横面居然解决其他的小弟 这边女主自然是屌尼的王老大 并且说实很让所有的外面都感到非常兴奋的话语 最后可想而知王直接就被男主给弄死了 最后为了结束这个游戏 男主和自己的队员开始大使屠杀其他玩家 并且下定在自己的领地不能玩打而玩游戏 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不妨点赞关注一下吧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